健身大人 伊云老师 今天又有什么运动可以断练我们 今天我们要做燃烧脂肪的运动 你准备好了吗 放马关 那么下面准备好了吗 波比操 谁怕谁 乌龟怕铁锤 好 那么我们就来把 首先就是以一个深蹲的方式 把身体的重量往下压 对 然后直到你的双手 能够触及在地面 就是说 对 像这样子 然后把你的那个手 那个身体重量放在手掌上 然后就可以把双脚往后跳 对 记得你的背锥要诚心 一个直的 平的那个状态 好不好 好 之后你就恢复原状 把双脚往前跳 对 像这样子 然后站起来 那么你就完成了一下的波比操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第二个燃烧脂肪运动 就是螃蟹步深蹲了 好 我马上为大家示范一下 那么首先我们先站在一边 然后双脚就微微地张开与肩同胖 那么你要做的就是你要向横移 当你向横移了一步之后你就蹲下去 外侧的这只手就动了脚 就是说如果能够动到脚还是最好 要不然动到小腿后侧也无所谓 那么就回来 同样的动作 左右 因为它有跳动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会有锻炼到爆发力 当我们有训练到爆发力的时候 我们消耗的那个能量也会相对地提高 那么很自然地我们的心肺功能也会提高 所以也就会燃烧更多卡路里 好 来吧 第三个运动 腹地挺身 然后膝盖往手肘的地方拉 好 再来 腹地挺身 躺好完 然后推自己起来 膝盖往手肘的方向拉 好 再来 好 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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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